接着我们来介绍原子半径大小的比较 这个就非常重要 同周期的组组元素 我们只看A组元素 原子的半径由左向右D减 我们先用观察的 你看这里 第二周期 左边原子比较大 右边原子会比较小 这是因为原子核的正电核见真 因为周期表同一列的话 右边的原子序比较大 就是指数比较多 指数又带正电 所以指数越多的时候 正电核数会比较大 所以正电核数会见真 会对核外同层的电子吸引力比较大 就让电子比较靠近原子核 而原子的大小 是看外层电子的分布状态 所以整个电子云往内缩 所以原子就变小 所以同列元素越右边原子会比较小 那如果是同组元素的话 越下方原子会比较大 这是因为架电子填入越外层的电子 距离原子核比较远 这边总共有七层 所以第一周期只填入第一层 然后第七周期是填到第七层 所以当然越下方原子就会比较大 所以很好记 同周期越左边原子越大 那如果同组的时候越下方原子会越大 在记的过程当中 最好把原因了解一下 这样会比较好记忆 所以我们再写一下 半径用R表示 这里半径就比较大 越下方半径也会比较大 再来老师教你们 怎么判断半径的大小 这边是写等电子数的半径比较 所谓等电子数是说像氧 它的电子数本来是八个 电中性的时候现在氧负二 它有十个电子 而辅它电中性的时候原子序是九 代负一多一个电子 电子数就变十 那也是 它的原子序是十一 正一代表少一个电子 电子数就变十 所以只要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其实不要管等电子数了 因为在高中阶段 要比较的离子 它的电子数一定会一样 然后怎么看呢 想象一下高丽菜的叶片 我们把高丽菜的叶片 想象是一个电子 如果你叶片一直剥掉的时候 代表电子一直跑掉 那高丽菜是越来越小颗 所以同理 如果带负电的时候 因为叶子是电子 所以如果叶子越多 代表电子越多 所以负电就越大 那高丽菜就会越大颗 所以这样就非常简单了 这几个里面 这带负二 叶片比较多 然后这个少一点 正一代表电子失去 所以叶片被剥掉了 比如说被剥掉一层 这里被剥掉两层 这里被剥掉三层 所以越右边原子会比较小 所以这样写 那如果这种提醒一样 钠跟钠离子 正一代表失去个电子 所以整个高丽菜 被剥掉一层叶子 所以钠原子 原子半径会比较大 那如果这个呢 辅负一 代表多一个电子 所以增加叶片 所以高丽菜变得比较大 那如果钾跟钠原子比较呢 这是同一组的元素 离 钠 钾 越下方原子的半径就越大 那如果正义的话 就各剥掉一层叶子 那还是一样 钾还是比较大 再 钾铁离子跟铁离子 针电代表失去电子 就是高丽菜剥掉叶子 这里剥掉两层 这里剥掉三层 所以当然剥掉两层的 会比剥掉三层的原子还要大 第五个解释方式跟第四个一样 剥掉两层 这里剥掉三层 我们看这一题 比较下列各项物质的性质 答案由大到小排列 第一个 比较细 则跟锡的金属性 金属性越靠近周期表的左下方 金属性会比较大 碳细则锡迁 所以越下方金属性会比较大 所以是锡大于则 再大于细 半径 蛋 铃 羊 我们看一下 蛋 铃 生 TB 然后这里是 羊 流 半径越下面越大 然后越左边 半径也会比较大 蛋的半径比羊还大 然后铃的半径又比蛋还要大 所以是铃 蛋 羊 第三个 比较这个半径 正一代表剥掉一层叶子 就是失去一个电子 所以这个一定最小 我们比较这两个 钠跟绿 在周期表越左边 半径会比较大 所以钠的半径比绿还大 然后又大于钠离子 第四个 失去电子的倾向 就是金属性的大小 皮铭钙丝背越下方金属性越强 所以钙最大 再来铭 再来是皮 得电子的倾向就是非金属性 越靠近右上角 非金属性越强 所以辅最大 绿再来是锈 下一个个组粒子 大小的比较哪一个是对的 粒子的比较 一样高低差的方法 负荷代表多两个电子 多两个叶片 正热代表把叶子剥掉 就把电子失去 所以这个最大 再来 这个失去电子